上 圣枯斧的重大能自然也不会干看着 要是真等到树枯斧拿下雷霆腰车 那就真的太慢了 此刻雷霆腰车也不再跟一开始那般的鼎盛 在被不断消耗之后也开始萎靡起来 持高仙人等大能自然也是注意到圣枯斧一方杀来 于是不再进攻 而是开始施展神通封印 先将雷霆腰车封锁当场 雷霆腰车拼命挣扎 可当从天而降的锁链密密麻麻地缠住他的全身 大道也伴随被封锁后也就无法继续挣扎了 见雷霆腰车已经不可能逃了 持高仙人等大能的目光也落在了冲沙而来的 圣枯斧中雷神大能身上 圣枯斧雷神大能并没有对阵法展开攻击 因为他们也需要阵法控制雷霆腰车避免其逃脱 要是再让对方躲起来 指不定还要再等个七八万年 双方雷神镜倒是十分默契 并没有在这里交战 尽管他们战斗力不如两位皇 但要是真在这里打 那双方的灵海镜都得遭殃 除了紫园一个都跑不了 于是他们纷纷腾空而起 打算在高空当中交战 那里是九重雷狱的边缘 处处满是空间裂缝 但对此他们并不在意 至于这里 自然是属于在场的灵海镜修饰的战场 待所有的雷神镜皆登空而去 此处的气氛也是越发的紧张 小竹怒视紫园 道 紫道友 看来此扎二辅只能存一 紫园神色冰冷 缓缓向前道 你我本同族 我也不愿意造太多的杀戮 而树枯府也绝对不是我圣枯府的对手 我劝你们还是投降 避免更多不必要的杀戮 小竹听完却是哈哈大笑 不仅是他 树枯府众人也纷纷大笑起来 一时间绝地当中充斥着狂笑之声 片刻之后 小竹这才说出笑声 斩钉截铁地说道 此生为树枯府人 终生为树枯府魂 你们圣枯府确实是强 但也因为太强 太傲 看不起我等 我等在最为迷茫时 被树枯府收留 是绝对不会被判树枯府 我家在一千年前 被圣枯府屠戮 这个仇我从未忘过 我妻子 就是死在你们圣枯府的手中 让我投降 我呸 能够成为树枯府核心人物 并得到栽培的 都是在最迷茫时被拯救 或者是和圣枯府有着深仇大恨 对于树皇绝对的忠诚 也正是因为如此 树枯府才能在强大的圣枯府面前 屹立不到 直到现在依旧有着抗衡的能力 这也是树皇强大之处 呵呵 但他们的言语落在圣枯府重大能耳中 却是那般的可笑 修到是为自己而修炼 居然为了恩怨 忠诚弱小的树枯府 你等简直就是笑话 若非如此 树枯府又怎么会处处都比我府差呢 果然不会是我府的踏脚石啊 一群蠢货罢了 紫园 别等了 赶紧动手灭了他们 不需要等诸位前辈出手 我等先拿下这雷霆腰车 他们跃跃欲试 毕竟不管是战里 还是人数 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眼前的一幕落在紫园眼中 并没有让他同样兴奋起来 反而是感到悲凉 双方明明都是同族 但厮杀起来 却像是一族般的血海神仇 他仰天长叹 满是无奈 但当他低下头时 目光又再度坚定起来 他明白 想要彻底改变现状 那必须要有一场惨重的流血 才能结束 奇枯圣境如今的纷争 既然他们 都是如此坚定的对立 那自己 就绝对不能留守 杀 都杀了 一个不留 他到 是 众林海精大能 纷纷兴奋起来 不再犹豫 各自唤出手中法宝 神文更是纷纷展现 杀象竖枯辅一方 小竹见此怒道 诸位 我等何须借着阵法 都跟着劳资 一起杀出去 让这群杂碎知道 我等得厉害 是 众林海大能怒吼 跟随着小竹 一起杀象胜枯辅一方 一场旷石大战不可避免 紫园并没有第一时间 冲杀出去 而是望向了某个方向 心中暗道 木方 你得加快速度了 地下一计中 楚木方猛然睁开眼睛 此刻他的伤势 已经大致恢复 身上那道带有 几分情聚的衣服 早就被他给换了 当然 衣服他没有还给方尘 毕竟被自己给穿过了 看来的行动了 刚刚他感应到了 他知道 自己不能再脱了 得尽快行动起来 于是 他对方尘说道 我没问题了 可以走了 方尘早就 察觉到楚木方的一举一动 点头道 行 那走吧 二人离开一记 向着凯颜天尊所在的位置而去 而有楚木方的带路 又有方尘的青花道童 加上九重雷遇的各方大能 尽数被喊走 二人 这一路来 自然是轻松 避过诸多空间裂缝 来到丧葬林 方尘尝试 用感知确定 凯颜天尊方位 却是发现 不管怎么动用 都无法探查到他的位置 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凯颜天尊 困住的地方 确实难缠 要么就是楚木方 是在骗自己 但第二种可能并不大 毕竟对方是 灵海静修为 而自己只是宗师 要是对方 真要杀自己 哪里需要这么的麻烦 早就动手了 不过 他对于楚木方 始终都保持警惕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二人 落入丧葬林中的一处小池旁 楚木方道 入口就在这里 方尘展开青花道童 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不由得眉头紧锁 这哪里有什么空间裂缝 楚木方淡淡说道 当然有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这处空间裂缝 可不像其他的 十分神秘 阻碍也强 空间屏障 更是十分厚 说完 他将足脏拿了出来 伴随他掐绝 足脏越发明亮 最终爆发出一道 奇光落在小池表面 顿时小池的水裂成两半 一道空间裂缝 缓缓打开 方尘瞳孔微缩 这空间裂缝隐藏极深 就连他的青花道童 都无法看出来 要是他独自前来 只怕是无法找到这入口的 但他也好奇了起来 凯颜天尊 到底是怎么进入 这般空间当中的 不过他猜测 凯颜天尊 应该不是从这里进入 而是纪缘巧合之下 从其他地方 进入这空间当中 走吧 楚木方说道 道友先请 方尘拱手道 楚木方翻了一个白眼 也懒得揭穿 方尘的小心思 静止跳入其中 方尘见此紧随其后 也跳入其中 哦 但就在他跳进去的刹那 一道吼声猛然响起 方尘文言并不意外 毕竟当初他靠的 也是轮回世界术 在雷霆妖车手中存活下来 所以 轮回道能够对抗空间道 这并不意外 见空间虫越来越近 方尘道 想要活命的话 那就发心魔誓言 从现在开始所看到的 一切都不能对任何人讲 如果讲的话 魂飞魄散 楚木方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不过聪慧的他 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你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发不发誓 再不发誓的话 我就直接将你推出去 方尘道 空间虫已经离他们 不足三丈距离 楚木方也知道自己 能不能活命 就靠眼前之人了 于是他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发起心魔誓言 我发誓 在这里 也就是空间通道所看所闻 都不能对外泄露 哪怕泄露一点 我都会魂飞魄散 并且痛苦地死去 发完之后 他望向方尘 我发完了 方尘点头 然后呢 你不该出手了吗 楚木方 瞪大着美眸喊道 方尘耸了耸肩 道 我说过 我要出手了吗 我就是临死之前 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压根 我压根 就没有办法 听到这话 楚木方彻底崩溃了 你真是个懂得开玩笑的人啊 此刻他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有多么的愚蠢 三大道的轮回世界术 怎么可能落在眼前这个人族的身上 那可是三大道啊 自己居然愚蠢到这种地步 居然会相信你的鬼话 完了 这一刻他彻底的绝望 也在此刻 空间重离他们 也不足一丈距离 见此 他也懒得去喷方尘的十八代祖宗 直接闭上眼睛等死 心中更是不断喊道 紫园 宋言 我对不起你们 他一直等待死亡的降临 却是发现 早该到的空间重并没有抵达 这让他不由地一愣 难道空间重吞噬时 不会带来痛苦吗 他下意识地睁开眼睛 却是错愕地发现 四周并没有空间重 那密密麻麻的空间重 都被抵挡在外 并且不断地往里面撞 但不管他们怎么撞 都无法破开眼前那黄色的屏障 他愣住了 这人的身上 居然还有能够抵挡住 空间重的质宝 可当他抬头将屏障真容 给收入眼中 并感受到这屏障的气息时 他愕然地发现 这屏障 竟然是一棵大树的虚影 而虚影中有黄泉流转 正是传说中的轮回世界术 道友 睡够了 方尘笑眯眯地望着楚慕方 楚慕方泪水都要滑下来了 他捂住自己的眼睛 不让眼泪流下 道 都是几十岁的人了 可不可以成熟些 还那么幼稚 这不好笑 方尘笑容依旧 楚慕方冷静下来后道 不过 你居然真的有轮回世界术 你到底是谁 是怎么得到 这轮回世界术的 他对方尘越发地好奇了 同时也意识到 雷霆腰车尾巴 好像隐隐有数的虚影 尽管隔得有些远 但他隐约记得 树里有人 再联想到 方尘突然砸到了自己 他这才意识到 当时雷霆腰车要攻击的 并非是梁府之人 而是他 最为重要的是 还真被对方给砸中啊 别愣神了 赶紧为我指明方向 这些空间虫 虽然无法破开世界术虚影 但这般承受下去 轮回世界术 也无法支撑太久 方尘道 对对对 楚慕方连连点头 再度拿出足脏 向着正确的方向去 而空间虫 似乎是第一次遇到 自己无法吞噬的东西 感到颇为恼怒 不再继续吞噬 轮回世界术的虚影 反而是开始吞噬起了 四周的空间 不好 见此一幕 楚慕方脸色大变 道 他们想要挖出空间缺口 将我们丢进去 观赏 savoir 刚才是 非常可要的 我们丢进去